在不不经心中四爷是这样当皇上的 不仅如此类似的桥段也出现在很多电视剧中 似乎在我们的意乡中四爷就是篡位当上皇帝了 以至于至今仍有谣言传阵继位不争 而爷始终也有传言说四爷串通龙喝多将遗诏上的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 阎王啊阎王啊 可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昨天辽宁档案馆首度展出康熙遗诏 其中写有永亲王皇四子映真筑记镇登基继皇帝位 有图有真相啊 而且在满温中鱼和石相聚深远 由此可以证明永正并没有篡位 四爷是清白的 终于真相了 还四爷一个清白了 永正不做皇帝 红利怎么计位 康熙神安排 电视都是瞎眼 歪曲历史 看来那些把电视剧和小说当正实看的小伙伴们真是弱爆了呀 不过我们的神殿剧们如果不从野史中取材 那电视剧就没法看了 细说也好 调侃也罢 各位看官图个消遣 别叫真儿了 游戏内地是岩木有餐位报导 好